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还会延续相当时间 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 一个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 文化传统 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 美国对华政策里面 其实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 只不过有的人不说 有的人说 美国势必会千方百计 不遗余力的 甚至没有底线的 对华打压 遏制 分化 围剿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充分的准备 应对好中美关系 今后的曲折 动荡 甚至是做过三策的场景 坚决维护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好14亿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 维护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同时既然斗争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 和战略全局 那么在斗争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尽一切可能 减少涉及我们利益 和全局的代价和影响 原则上 不打无准备之杖 不打无把握之杖 不打赌气仗 不打消耗战 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都来之不易 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 也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大义 懈怠和无能 使之遭受损失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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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